你能活到多少岁 耳朵早就告诉你了 一起来听 耳朵在中华传统相学中的地位十分突出 它主要掌管人的智商和寿命两大重要的方面 你能活到多少岁 耳朵早就告诉你了 耳朵出现异常情况的人 说明杨寿不长了 一定要注意 下面从耳朵分析看你的寿命长短 耳朵硬大的人长寿 双耳的外形指双耳 一人骨有硬度 双耳厚重且宽大为佳 不一人骨单薄 双耳窄小 具有以上好耳形的人 往往从身体健康方面优势强于他人 不容易因环境、积极的变化而生病 并且通常喜爱运动 因此有利于身体健康 是长寿的人群 双耳轮廓分明 轮廓分明是指耳轮与耳廓从正式看去比较分明 容易辨别 不会产生无耳轮或无耳廓的情况 这种双耳的人往往潜力很大 并且往往对于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会用心去做 将其完成的尽善尽美 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发脾气 这样的人基本上都长寿 耳白于面 耳白于面的人都是经过自己的奋斗 在自己的关系圈中有一定的威信 是大家眼中的大哥级人物 如果从事一些学术研究等工作 便容易成为大家眼中的权威 在事业上能够成功的人 心态都很平和 所以长寿得多 双耳贴脑 双耳在生长时贴近耳后的皮肉生长 从正面看上去只能看到一小部分耳朵的轮廓 不会出现双耳外张正式全路的情况 这样的人都有经营和理财的能力 属于因善于投资理财而丰衣足食 使大家眼中的大富之人 这样的人胜气足 使健康长寿的命 而动大而生的人 这样的人从智力水平上而言是站上风的朋友 常常财思全有 赢得大家的好评 如果能将这种优势加以发展和利用 便可在很多的领域都会取得不小的成就 它们还属于眼光长远 志向远大的类型 凡事都能看得开的人 健康绝对 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都长寿 耳朵红润 红润亮则是从双耳的颜色和亮度方面来看的 具体指的是双耳以微红 亮则为佳 具有这种耳香的人如从事一些与仕途 名声有关的职业可以有声明远波的机会 因此如能善于挖掘自己这方面的潜力 便可比其他人更容易在朋友或大众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具有明星的潜伏资质 假如是投身仕途的朋友们 往往会具有非常多的提升机会 如能积极把握 上升速度会明显高于其他人 该多有锤珠 锤珠指的是双耳有耳珠并且下锤 其中由以耳珠厚大锤下者为家 有这种耳香的人往往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容易依靠自身的努力和他人的框柱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财运和健康运势皆佳 容易有一些挣钱的良机出现在身边 假如能够把握进去 便可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 在健康上不容易生病 假如能够善于调节心态 健康便会常伴身边 人常说耳朵大有福 耳朵不仅是人体重要的听觉器官 我们还可以从耳朵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比如一个人耳朵厚而大 说明这个人肾气充足 如果一个人耳朵红肿 多是上火的表现 那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了解一下 耳朵与身体健康的关系 耳朵形状之体质 耳朵厚而大 人常说耳朵大有福 耳朵厚大的人 是肾气充足的表现 耳朵薄而小 耳朵薄而小的人 多为肾气亏虚 胖耳朵耳朵较大 柔软肉多骨少 耳垂饱满表明这个人先天的营养状况很好 瘦耳朵耳朵偏小 相应肉少骨多 耳垂薄代表这人的体质属于先天不足 耳朵外表变疾病 耳朵色蛋白 多鉴于风寒感冒 也鉴于阳气不足的人 耳朵红肿 多是上火的表现 常鉴于肝胆火旺或湿热 耳垂上有一条明显斜线纹 说明心气虚 耳鸣和耳聋则都说明肾气虚弱 耳朵局部有节节状或调左状隆起 点状凹陷 而且没有光泽的人 多体是有慢性气质性疾病 如肝硬化 肿瘤等 耳朵局部血管过于充盈 扩张 可见到圆圈状 条断氧等改变的 常见与有心肺功能异常的人 如观心病 哮喘等 现代医学观察表明 而大与长寿确实有一定关系 医学工作者对256名60到90岁的老年人和 344名90到104岁的长寿老人进行了测定 结果显示 长寿老人组耳长平均值为男7.13厘米 女6.89厘米 60到69岁老年人组耳长平均值为男6.93厘米 女6.5厘米 显然 长寿老人组耳长平均值明显超过老年人组 在长寿老人组中耳长最长的达8.8厘米 因此有专家认为 耳阔长耳大是长寿老人的特征之一 人们往往将耳朵大和寿命长联系起来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一是耳大者肾气剑 古人认为肾开窍于耳 故耳大是肾气剑的真相 肾气足则瘦长 所以预想长寿健康 护肾很重要 二是寿命长者耳朵长得大 现代研究认为 人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 成年后虽然全身和内脏的生长发育停止了 但耳朵却是唯一的例外 他一辈子都在不断长大 平均每十年长1.4到2.2毫米 虽然其增长的速率很不明显 但确实是在增长的 这与身体的器官有一定关系 由于耳阔的长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长 因此老年人的耳朵比青年人的确实要大 从这个观点看 长寿者并非是耳朵大了寿命才长 而是寿命长了耳朵才长得大 在一项科研项目中 研究人员普查了50例80岁以上的老年人 发现他们的耳朵都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耳阔长 一般人的耳朵上边应该平着眉毛 下面应当平着鼻肌 耳阔的长度 科学的计算方法应该是从耳朵尖到耳垂下 一般成年人的耳朵平均长度为5到8厘米 但是接受调查的这50位长寿老人 从耳轮最高处至耳垂最低处 耳阔长度都大于厘米 而且寿命越长 耳朵越长 其中两名百岁老人的耳阔长度 分别达8.4厘米和8.5厘米 第二个特征是耳垂大 耳垂就是从耳平到耳朵的最低处 一般成年人耳垂长度为1到2.5厘米 但是长寿老人的耳垂长度至少在1.8厘米以上 而且厚软肥大 在所调查的50位长寿老人之中 耳垂长度在1.8到2.5厘米的有8人 2.6到3厘米的有39人 3.1到3.2厘米的有3人 都是90岁以上的老人 上面的数字告诉我们 耳阔长 耳垂大是长寿特征 我们自己可以回去观察一下那些长寿的老人 就会发现他们的耳阔的却有这两个特征 我们把耳阔长 耳垂大叫做长寿耳征 但必须注意的是 耳阔长 耳垂大只是长寿特征之一 长寿者耳朵一般都长 但是耳朵长的人不一定都长寿 耳朵短的人不一定都短寿 因为长寿与否 还必须结合耳朵的气色形态 以及其他部位的多种生命征下来综合分析